各位朋友 你們好 七一前後都很忙 很多事情做 現在我們再講一下電影 因為講電影很難 這條片 即是現在採取出來的 那條片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 我又不可以在YouTube播 因為YouTube播片有很多限制 所以我只可以逐格去做 或者是重要的位置 我只可以逐格去播 不斷去播 因為YouTube是不准播這條片 因為一播這條片 就是黃標 然後我試過這條片 放上大陸的抖音之類 簡直是不准播 有部份國家是不准播 因為YouTube的黃標 代表有部份地區不能播 而且影片如果有黃標 很麻煩 對YouTuber很麻煩 這部電影為何要說呢 這部電影雖然是幾十年前的影片 但問題是這部電影對香港電影業務 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1985年左右 那時候其實成龍很厲害 他拍了第一部電影 應該是1985年他就直接播出 就是《警察故事》 在這部電影之前 都有很多是有警匪的成份 就是我們港產片裏面 之前又有再前的前輩 已經叫做墨家 之類的前輩 他都拍過很多的影片 但關乎警匪的影片 多數都是講警察 之類 講黑社會那邊是很少的 當時只有歐美地方 有部份的影片 都不是太多 就是講黑幫裏面的東西 但當時我們香港的尺度 就未到那麼開放 所以這部電影打破了一個革命 就是在1986年 這部電影真的上演了 那時候就打出了一個革命 就是它真的講黑社會裏面的東西 而是講黑社會正面的東西 就是道亦有道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就刻畫了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人性在裏面 這部電影它講的黑社會的人物 都是有人性的 然後當然是有極反派的東西 真是壞的 就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對比 比當時的社會很大的對比 令到當時的社會了解了很多黑社會裏面的東西 還有這部電影想帶出一個重要的意義 就是你沒有辦法才去做黑社會的東西 或者讀書不多 或者在社會上競爭不到 你才去打打殺殺 然後是為了大佬的位置去爭取 就是刻畫了我們社會裏面一個叫做正派 譬如你做一些正面的東西 例如警察類、軍隊類 之類的那些就形容成為正派 大部份人都在灰階 即灰色那裏生活 那邊警察那邊就是白社會 接著就有一個叫灰色的地帶 就是其實整個地球裏面 都是大把人生活在灰色地帶 即他可以去白那邊 亦都可以去黑那邊 黑那邊正正就是黑社會那邊 就是專做壞事的 這套片當年為什麼這麼大修呢 就是因為它在說的是一種好人性的東西 亦都是帶出了一個意識就是 其實黑社會都可以做一個好人 都可以有情有義 亦都是好像迪龍先生這個角色 他亦都是可以有勇氣去做一個好人 所以很重要的 這個社會意識 還有黑社會裏面的人物 他都帶出了 你在黑社會裏面真的做黑社會 就是最壞的事 你就不是人來的 就是人渣來的 其實帶出了一個很好的社會觀念 這套戲在演技方面就達到天峰了 如果看過上一條片《金手指》都知道了 當然是有一個編劇 劇本、導演 去拍攝這套戲的感覺 風格之類我們要看的 接著就是攝影 攝影採取的東西都是真實類型的攝影 因為這套戲當時沒有本來去拍攝 真實的場面他都利用了 所以攝影的時候 他用了很多特寫 還有那些側角色 他全部都是用一些比較現實的場景 不同我們現在的戲 很多都是CG的 他用實景有好處 黑華島當時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層面 然後燈光方面 燈光方面當然 因為他當時沒有這麼大的本來去拍 盡量用一些自然光去做 間不間中打小燈 那些燈都是正常的導演 拍片要求的燈光 都是比較省成本 音樂方面當然也是強項 就是電影配樂 有郭家輝先生地 一大班人去做 全部都是頂尖的音樂 你想想今年 時至今日都是很多人聽的 比如哥哥收著一曲 其他Mation那些他們都盡量做 因為當年電腦特技沒有那麼多 所以Mation那裡最多都是做當時的字幕 即標題的字 其他都沒有什麼 因為當年電腦特技是第一 就未認真普及 第二就成本很高 所以他做那個字 而開頭英文本色的字都很轟動 因為當時 其實那些字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用手繪的動畫形式 即手繪 手繪的動畫形式推出來 這樣去做 這部電影的重點 其實就是看情節 演技 以及音樂 燈光就真實感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也都是 他裡面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 其實當時 一般般的 他試圖一般的 去執導這部電影 當時 其中一個主角 即是重要角色 周遠發先生 其實都是一般的 在當時他還未真是出名 因為拍攝的那些片 都是被人負評的很多 一個不是很試圖的導演 再加一個很想演好這部電影的法歌 一加起來之後 再加起來 當時都比較厲害的迪龍先生 他們就沒有什麼問題 當時的試圖都很好的迪龍先生 以及張過榮先生都試圖很好的 再加起來 兩位時途很好的人 一進來 就爆出火花 就是這部電影 當時李知鴻先生 做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他比較少是做反派的 但是 一做這個反派 亦都很紅了 還有當時 真正在黑道裏面的大傻哥 他都是想 想歸正 所以就向電影那邊發展 他都有出鏡 都演得很好 多其寫大傻哥 當然他現在都過世了 和張過榮先生都過世了 好 那麼 開場霸比較長一點 因為我都是想詳細一點去講這部電影 好 在這部電影開始的時候 我就做了這部電影 看過金手指影評那些朋友都知道 好 那我們就來 首先這個是我剪輯 大家如果熟悉這部電影 就可以對應畫面去了解一下 我這個當然是自己的節錄 大家看到這些字 好 首先 Track 1就是 我想說一下 首先就是一場很好的戲 迪龍在這部電影裡面 叫子豪哥 首先是印藝抄 然後當然是很好的 在這裏數錢 好 接著印藝抄 好了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就很重要了 張文發先生在這裏點火 這場戲就是燒銀子 其實就是燒緊 他的意思就是燒緊藝抄 但是當時因為它是100元 100元 很厲害 在當時的場景 因為沒有哪一部電影 是用銀子來燒的 雖然它是偽叉 帶出了一個很豪華的畫面 這個畫面就很棒了 即是轟動了很久 好 接著燒 一路燒的時候 火很大 大家在我說明內容有條連結 訪問了雷智龍先生 雷智龍先生 就是當時英雄本色的美術總監 他也有說這個銀子 其實是一些異言的紙質 才可以燒得這麼猛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追回我們聊天的影片 好 當時這個一路燒的時候 它一路燒的時候其實是難的 因為一路拍一路要眼鏡的反光 才有這個效果出現 這個就是拍攝的藝術感 好 然後它燒完之後 剛才那個噴煙那個 就是輔助它燒完銀子那一刻 所以剪接也是很好 好 然後 剛才那個畫面是很精彩 然後 他們去這個 在這裡交易 交易 他們把一些偽鈔 換成 即是 黑道裡面 買賣的偽鈔 然後換回港幣 它這裡沒有交代那些港幣 是否都是交換成一個偽鈔 但問題是 應該是用港幣去買 求先的偽鈔 那就是證明那些錢 就是真錢 真錢 那它剛才 剛才 所以 適龍哥 另一回頭 就有一個爆笑的位置 張元發 就是在那裏 就是叫做馬哥 那套戲 馬哥 就在那裏 跟鬼都說 其實是九唔打八 然後 就是 就是 只是這樣說 A course 這個字 這件事 突顯了 其實在黑社會裡面 很多人都 不太 讀過書 英文也不太好 語言也不太好 所以他們很獨特地 譬如你跟外國人溝通 他們多數都是亂回答 用一些單字 吳宇森導演就很好 他在編劇裏面 就用了A course 一個字 就去突顯了 即是其實《偽鈔法》 雖然是做了黑社會裡面 大佬 但其實文化是差一點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地 就是 很開心地 就是說 這裡就是很開心地 就是說 你厲害 你已經是 會說A course 其實就是突顯了 他們 原來 有一點點 提升了 那個 語言水平的時候 他們已經很珍惜了 所以 導演在這裏 就很語重心腸 還有 在幾個 開始的幾個場口 都突顯了他們很老友 因為黑社會裡面 說真的 大家認識的黑社會 大佬都很少會笑 吳宇森導演 就開始利用幾個場口 就令到他們 好像很老友 還有 很有人性去笑 這件事 這件事是 導演的高深 好 接著到這裏 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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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和哥哥張國榮 在這裏 他裏面的套戲叫做宋子傑 張國榮 叫做宋子傑 在裏面 吳宇森導演 利用了一場戲 交代 他和 和 迪龍 這個子豪的角色 和張國榮 兄弟 很老友 很好的感情 開頭 他們在這裏 攬頭攬計 這裏 這裏 吳宇森導演 突顯了 他們開頭 很有感情 構成了他之後 那一場 父親 因為宋子豪 在台灣 有個 黑幫交易 失敗了 當然是被人出賣了 接著 那邊 找個殺手過來 殺了 他們兩弟的父親 導致他們的父子情 牽引到兄弟情 決裂 所以劇情很緊湊 他們很開心 這裏 這場戲 這裏 有少許特別 去到這裏 他們攬頭攬計的時候 吳宇森導演 用了一段對白 導致整套戲有一個衝擊 那衝擊是甚麼呢 就是張國榮 跟迪龍說 我考到幫板了 考到幫板 其實是升了一級 當是被觀眾叫做升了一級 然後 敵龍的眼睛一沉 因為他是黑社會大佬 那弟弟 在警察裡 升了一級 等於跟自己 那個對立又升了一級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在這裏 定龍就會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是一個很無奈的說話 就是 你考到幫板 即是考到警司才夠威 應該這樣說 考到警司才夠威 即是說他想個弟弟出人頭地 但也都是內心 就是 知道自己 都是一幫大哥 就會跟弟弟 有機會是有一個對立 所以在這裏 就導致那套戲 就是 就是 宋之豪在這個角色裏面 就是說 他做完那單買賣 就不再做 想著 脫離黑社會 那就 回去做正常人 但是 之後 阿堅叔那句對白 就是說 緩衝回這個畫面 就是 相對這個畫面 就是說 黑這件事 上身 上身容易落 就是撕掉就難 就是對應 所以整套戲 就是好的導演 就會那些情節 場口 就會互相對應 這個就是我們 拍戲裡面 很重要的技術 好 這裡就是另一件事 朱寶儀 就在醫院裡面 就是探爸爸 探爸爸 吳宇森導演 就是安排這場戲 也是很好 因為沒有成本的關係 就用很簡單的一束花 一個花瓶 就突顯了 朱寶儀 其實是一個比較論盡的人 為什麼會設計這個角色 比較論盡呢 其實是非常之好 為什麼 他整套戲裡面 全部都很乾 男性導演全部都很乾 連迪龍的爬都很乾 他只不過是在表現一個內心的乾 因為他在這個醫院裡面 就跟宋子豪 即是迪龍哥說 你 就是 弟弟不知道你做什麼 但是你也要想清楚 如果你為了弟弟 都要怎樣做 這個就是思想裡面的乾 即是父子情裡面 即是父子 怎樣對兒女好 他專門安排 朱寶儀這個 禁論盡的角色 就緩衝 那些禁光的演員 這個也是很好的事情 他 放進去 哎呀 糟糕 這裏也是 對 禍爾番 就是 張這個人就要說一句 說一句很灰諧的說話 哎呀 如果他敢剪一把 那就大件事了 這些就是一些灰諧的位置 通常一個好的導演 就會在 開始的時候 就用一些比較 輕鬆一點的情節 去帶一些故事出來 當然 吳彥心導演 就在這裏 在這裏 好 然後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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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朱寶儀 第二個論盡位 就是捧過大提琴 然後一下子就裝上去 狄龍哥那裏 這裏 這個細位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其實朱寶儀是一個 比較天真的人 所以 導演就是 用一個這麼天真的 東西 才可以 可以 在裏面 整齣戲 整齣戲 做到一個緩衝的角色 原因是 一個大提琴 都可以裝上黑社會大佬 而黑社會大佬 都開心的 即是不生氣的 那樣東西 這個就是導演的功力 好 接著 這裏就說 送他去 一路 好 送他去 做一個考試 在這裏 隨刻都拌回角色 一個很灰狹的角色 在這裏 就是說 朱寶儀 張國榮就說 塞車 全部的考生都離開了 當然 張國榮就說 喂 可不可以給個機會 勒著他們 接著又很灰狹 在這裏就突顯到 在這裏 阿徐克就 叫他很型 這些就是裸位 張國榮哥哥也是 叫腳 即是不要給他 下臉 這些也是一些笑 好 接著 朱寶儀一邊演奏 當然也突顯到 他很論盡 導演 用了三個論盡 朱寶儀的論盡 就是 在這裏 令到觀眾 很留意這個角色 這也是一個技法 當然 他在這個台上 推倒了 接著 就皺得不好 接著 這些就是笑位 張榮哥哥也很無奈 隨便撩下耳朵 好 他推倒了一些東西 這裏 這裏 就是一個很微妙的對比 剛才張國榮就是在拿位 拿位又翹腳 不認輸 現在朱寶儀就推倒一些東西 隨便說 哈哈 又拿回位 這裏也是一個對比 繼續去 繼續去 他特意在那裏拍手 就是 厲害 你的女友 這樣都可以表演到 這些就是 一些對比 都是一些灰鞋 來到這裏 因為朱寶儀已經是三個滑溪的笑位 但是如果你要附和他 都要做一場戲給他 就是 找個人 去怎樣去 和他輔助 朱寶儀 因為免得這麼悶 吳雨昇導演 就用了 表演員 當然慘 肯定失敗 接著 這次張國榮就拿著盒子 好了 跟著 就裝上去 車那裏 那裏 那裏 裝上去車那裏 那裏 那裏就是徐克的 好了 那這裏 就是這場戲的Ending 就是說 這次真的什麼機會都沒有 那這個就是他 包裝得很好的笑位 那因為 這場戲之後 全部都是 一些很認真的位置 導演方面 在開始 用一些比較輕鬆的東西 去緩解了這套戲 引了觀眾進來 去吸引 因為這些 這麼灰狹的東西 在之前我們的港產片 都經常存在 即是景碧片裏 都經常存在 是 好了 接著 去到他之後 去到 剛才那場戲之後 就到這場很重要的戲 這場戲 就是講 發哥 就和宋子豪、迪龍和李之鴻 這個奸角 就在裡面 就是 說著他們黑社會裡面 交易的情況 發哥 一開始 就是 很輕描淡寫的 就是 說著 咦 他是多麼愛小朋友 然後 亦都交代了 發哥 多麼重視的朋友 對 多麼尊重的朋友 好 接著 接著 到這裏 亦都是交代 奸角出場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奸角出場 通常 如果功力不夠 通常都是 奸角 直接做一些壞事 就算了 但是當時 吳宇森導演 都想得很厲害 就是說 如果奸角 直接出場 就很無忍 不如用一個 比較小的角色 就是 現在 李之鴻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 年輕人 發哥 如果迪龍哥 都不做大哥 不如把位置 交給那個年輕人 就是李之鴻 當然 李之鴻這個角色 他是 最奸 他就說 不要開玩笑 其實在裏面 一個橋段 就突顯了 一個小人 他其實是很貪心的 大問題 他都要表現到自己 內心 那個奸的面 都不表現出來 就是說 你不要玩我 其實 這是他暗藏的事情 亦都突顯了 不要把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奸角 直接浮出來 給觀眾看 這個手法很高明 在他 在這場戲裏面 發哥亦都表現了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以為 黑道裏面要做大哥 很簡單 在這裏 你會看到 發哥的演技 在當時 是爆發期 他開頭 輕描淡死 接著 一說到他交易的時候 就說他 有一次交易 就是被人用槍指著頭 當然是之後 又是附和他講的 你看一下 發哥的眼神器 是很厲害 表露了 當時那種 唏噓加憤怒 因為你被人用槍指著頭 就是為了要做生意 好 接著一路去 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的表現 即是發哥 那個演技是漸進式 由輕描淡寫 去到教訓阿氣之雄 接著去到 那種粉細窒族的樣子 從眼神裏面 你可以看到 那個戲 現今的演員 其實這一幕戲 就要練習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正在咬著 一支火柴 這支其實不是牙籤 是火柴 因為它以前那些 即是吸煙那種東西 都很搞笑 那這裏就是 就是 吳語心導演 都挺好 你看到這裏有什麼 其實這是火柴 就是咬牙籤 那種東西 其實都是 試井 咬火柴 又高級一點 好看一點 好看 你看看嘴的表現 嘴的表現 就是這幾秒的長口 其實很多現今的演員 其實真的要學 因為這一種 就是它 由情緒爆發 面露出來的演技 這件事當然是一些很厲害的 修圍的人 即是捱苦才行 這個就是用槍指著頭 用槍指著頭 他就說 在交易裏面 就要喝尿 然後才可以造成第一宗交易 喝了尿之後 原本是一支槍 然後喝了尿之後 還要給四支槍指著頭 那種不焚 他現在就表現出來 短短在這場戲裏面 發覺是換了三個面孔 所以真的很精彩 這個 然後 他這裏 他最後那裏 口是震震了一下 這個就是 他第一宗生意 就這樣做成 這個是教訓一下李梓鴻 當然 那一宗交易失敗了 被人出賣了 李梓鴻 接著 就到這一幕戲了 這一幕戲就是說 李梓鴻失敗之後 發哥 馬哥 馬哥 跟他報仇 要找那個 黑手出來 跟他報仇 這個就是風林國 那一場戲 這場戲 就 聰明是聰明 聰明是聰明是聰明 很少有的東西 你一把槍 其實你收起花盆 都隨時被人拿去 所以 這些 比較有藝術成份的東西 我們觀眾看上去 就很少有 好 接著一邊去 發哥就抱著那個女人 他一邊抱著那個女人 然後 那個女人就走了 然後 發哥原本又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 然後 變得很認真 這個就是尋仇了 去到 好 那當然 在以前 就是這些開門鏡 這些開門鏡 這些開門鏡 這些開門鏡是比較常用的 因為一開門的時候 那 就是 有人出現 那樣東西 那些鏡是 導演當年就常有的 好 那當然 一來就 開槍 開槍就打 那個 那個 好 那 這裡 很重要的一場戲 首先 這個奸角的樣子 那 跟著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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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大家可以看到 閃了一下 這裏 也很難按準確的位置 好 大家剛剛看到閃了一下 閃了一下 就是那些 那些 沒有彈頭的反應彈 打下去的時候 其實 都很厲害 火藥 火藥 是 直接 定住了 就是 直接噴到它 全身都是 應該是很痛的 就是 這些特藥 應該 它裏面都要墊 那 這個 就突顯了 突顯了 剛才那一刻 好 很難按中那一刻 好 就是剛剛那一刻 那 它這一下 就是 火藥 都很猛 那 跟著一打下去的時候 其實都很傷 那跟著 它又做得很好 你看到 這裏 這個位 我用箭爪圈 這個位 就會有東西噴出來 那 其實是 如果在拍戲裏面 其實是兩件事 就是 槍 閃了那一下 跟這一下爆 其實是兩件事 所以 在特技那裏 也都是 特技組那裏 做得非常之好 真的要讚 這件事 因為它同步那一刻 都很準 好 那當然 就是 就是 連番的 薩士 然後就是 連番的薩士 當然是 搞定了些人 好 接著 發功就走了 當然剛才那個奸角 就是 剛才那個奸角 就是 爬出來 爬出來 開槍 打下去 發哥的腳那裏 打下去發哥的腳那裏 砰 其實當然這個是剪接 因為它 剛才那裏 射的口槍 其實都是沒有彈頭的 接著這裏 亦都是分開拍 也是做得很好 就是 它特地打下去 腳那裏 就是 那個腳那裏 就爆開了 然後噴煙 其實 在套戲裏 有一個爭議 因為你一顆子彈 穿過腳那裏 其實是未必導致它 會跌倒的 但是 美心導演 就是用這一下 砰一聲 應該是 代表了 就是 他腳 那個小腿那裏 那一下 就是兩條骨 就一次過穿了 所以 就導致腳 就斷了 接著 薄反到 這個 就是沒有什麼用 另外一個 當年另外一個爭議 就是 因為它這裏 是一下 當年另外一個爭議 就是 會不會是射中了 膝蓋 令到裏面 骨碎了 就是 拼不了 它就要拐著拐著走 但當年 就是 有過這樣的爭議 就是兩個 我都覺得OK 好 接著 這裏 就是由一個英雄 變成到 谷底的 導火線 就是 和應 就是它之後 為什麼要做一些地底泥 就是做一些抹車的工作 就是比較低下的東西 這個就是導火線 好 接著它就 跌了在這裏 接著就是 在花盆那裏 就拿槍 就去 去打 那個奸角 接著它 再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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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就突顯了它的憤怒 接著 就向它 多開幾槍 這個當然是Cutshot 就是向它開幾槍 就是代表了它的憤怒 好 這場戲 就很出名 當然 另外一個角色 也是 帶進來 就是當時 在台灣的 其中一個 調查的警司 他其實 沒什麼出聲 他出的對白 就是 用了在 和迪龍那邊 聊天 就是在蔡元鑑那邊 就是講過了一點點 這個角色 又在裡面 表現到它很冷靜 接著 這場戲 又是 很過癮 就是 迪龍就坐牢 坐牢 就是 就是 吳宇心導演 就是 用它坐牢 就 相對 張過仁哥哥 再 在 境界裡 威水 那些東西 這個又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這個又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這裏就是 剛才那個 有一個 就是 警衛 看著外面的環境 然後剪接 那裏就 下去 迪龍哥的樣子 就是 代表了他 很想去洗心甲面 去 重頭 社會 這樣 好 接著 相對 張過仁哥哥 他很威風 這裏就是 講他 張過仁哥哥就很威風 但是 迪龍哥就坐牢 當時 剪接 又是有個笑位 就是 笑位就在這裏 那麼 迪龍哥就在監獄裏面 一字排開 其實就是 那個 監獄裏面 那些 好像回到學校那樣 就是 有一個紀律的訓練 當他這樣 好 那 相對 就是 張過仁 在那裏列隊 在警口 列隊 那裏 接著到這場戲 這場戲 就在說 已經是 迪龍哥坐牢了 回到香港 當然 張過仁 當時 和朱寶爾 已經很親密了 張過仁 就見到 迪龍哥 在這裏 就是 迪龍哥 應該是 比較辛苦的戲 就是 他很想見回 那個弟弟 很開心 打算是 洗心革面 那 在這裏 張過仁當然是 不原諒他 因為 在之間 就是 台灣那邊 那個黑道 找殺手去殺了他爸爸 當然 他之前 已經是 那場戲 就說 爸爸很疼兩個兒子 這個就導致到 他的兄弟 決裂了 好 這裏就是 兩兄弟 相遇 然後 張過仁當然不放過他 不放過他 好 然後 抱著一塊來打 我們老友相聚的那條片 雷志倫先生已經說了 他當時在現場看著他拍 就是自由發揮的 即是他們在這裏打來打去 不知道NG了一兩次還是怎樣 即是 或者都 應該都不用NG了 因為這些 即是他們的資深演員 應該是做到了 那就 應該是臨到濕透了 即是見底了 臨到 那這場戲 就突顯了 即是他們兩個兄弟 決裂 那個情境 那 在當年 即是你冒著打架 這些場面 其實不多 不多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 這些 用水車淋下來 然後打架 那樣東西 其實 其實難拍的 在當年是難拍的 但是 吳宇森導演 就用了一個很真 就是 因為你兄弟決裂 其實 沒有什麼 那麼有劇情的表現 其實 為什麼呢 你兄弟決裂 其實很容易拍的 就是 就是 做一場那些 就是文戲 就是大家在那裡 罵戰 或者拍桌 或者反桌 都可以 但是 吳宇森導演 就想有一種藝術的質感 就是說 喂 你這樣這些很行 因為你那些 警匪片常有 不如就安排一場 即是水戰 即是這些 下雨的戲 給他們打鬥 就這樣 去 加強了他們 兄弟決裂那種 的質感 然後 還有 就是 朱寶宇這個角色 這麼純良的角色 在兩個大男人裡面 其實兩個人打鬥 是不過癮的 打來打去 加水戰 不過癮 但是 吳宇森導演 就非常之好 他就安排多一個 我們叫中界角色下去 就混和他們 他們裡面那種 打鬥的情節 即是 給他們多一點 這樣東西 就是給觀眾 看到 多很多的東西 你想想 就這樣反抗就搞定 但是現在 這一場戲 就在這裡 互相輾轉 各樣東西 再在這裡 就是 當然 狄龍這個角色 就是 很傷感 很傷感 因為 在 在這裡 張若瑩就很憤怒 就是 說一句 以後不要再 讓我見到你 那樣東西 當然是突顯到 他已經是 決裂到底了 這句說話就是 然後 然後 這裡 當然他們 張若瑩就走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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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龍 也是 由 剛才 很英偉 站著 很英偉 突然間 跌到下去 很頹喪 然後 撿起行李 撿起行李 變得很孤單 很孤單 這樣 很孤單 這就是一個 很極端的對比 就是剛才很英偉 然後很想見到那個弟弟 然後突然間就變得 好像 地底泥一樣 然後很孤單地走 那 這就是一個 比較 反差大的 描繪方法 好 接著這場戲 就到 真剛出場了 真是堅叔了 這裡 黑華 那個人性 也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 在說 迪龍 就是 他都要面子 就是 衰了 都要面子 其實就是暗語 就是 在黑社會裡面 很多人都是 因為 他都是很 自尊心 很重的 這場戲 就在說 就是 迪龍 就是說 台灣亞中白 就 諸如此類 就叫他去找 堅叔 就說 在那裡做生意 接著 堅叔就說 坐牢就坐牢 做什麼生意 一句 其實是導致 這場戲 又是一個很高反差的 就是說 你 如果真的要洗身革面 你還要什麼 這樣的面子 你不如徹底些 不要要尊嚴 你真的重新鎮上去 做一個好人 其實這場戲 就有這個內心的表現 對 對 對 好 接著 鬧完之後 宋之豪 當然是 在這裏 堅叔 亦都是 附和 即 鬥起 他 好像一個 循循善友的朋友 鬥起 他 就是 你做什麼 頭得得 其實 沒有了 原本的尊嚴 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由低做起 這裏 全部都是監等 是的 如果是 如果是 就這樣說的時候 那 就是很掘 所以 就是 導演 在這裏 就 加了 一 一樣的反差 對白 就是說 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人 就宣揚我的心 就是說 他會收養一些孤兒 但是他就很 就是他這裏 就是 我是收養一些監等的 是不是突顯到 堅叔的角色 是很有愛心 就是 黑幫裡面 都其實是有一些 有愛心的人 不是全部都黑了 這樣 只要肯洗心革面 一定可以這樣 就是他就突顯了這些 當然 就是 說得這麼凝重的對白 他都要 緩和那場戲 那個氣氛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笑話 就是說 叫那些人 喂 怎麼控制得這麼壞 有親 不用做 各樣的事 這些也是笑話 緩和氣氛 對 就是 大家 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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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 結尾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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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場戲裏面 就收尾 就是 跟宋志豪說 我不管你有的士排好 沒有的士排好 就是說 你肯洗心革面的話 這裏沒有大哥的 就是說 你肯洗心革面的話 你可以重新做回一個好人 其實就是有一個這樣的隱喻 所以 這場戲也是很經典 這場戲也是很經典的 我對歌聲魁盯 要抣押 妳 所以 是啊 在這裏